小时候妈妈常常会叫我起床 害怕我去到学校迟到有没有吃东西 就特地弄了面包 几大奶油放在桌上 可是我每天都说我没胃口怎么办 你去上了就是操镜子 啊 梳头发 妈妈每天摇摇摆说我 没救了 我说去到学校一定要摔摔才有自信 我想这个是每个男生都会做的事 哦 对吧 到了学校第一时间就是睡觉 忽然一看到美女精神突然回来了 学校的功课永远都是会抄朋友的 结果被老师发现被叫出去拉耳朵 学校的课外活动 每样都想要参加 以为调耳朵的就是狠眼啊 穿的衣服裤子永远都是宽宽的 以为这样穿才是跟得上潮流 小时候 小时候那时候那青春的时候 长大后成长后回不去的时候 每当下课换节时都要上厕所 其实只是想想翘课出去散散步 对我来说闻言闻到底是什么呀 明具精华对我来说更是一口五水 功课越来越多 书本也越来越多 抽屉里的空间渐渐越来越小 书房越来越重跑步慢慢变成走路 放学之后还要补习还要做功课 妈妈叫快吃饭啊 我总会说等一下啦 做到这个游戏天天都离不开手 考试来了常常都会临时抱火脚 不会做的时候就会选最长的答案 小时候不用供 长大后才要冲 长大后才后悔 小时候不发贩图强 请大家不要学我这个坏版样 一起来努力用功学习拼到底 小时候那时候 那青春的时候 长大后成长后 回不去的时候